反正 我是被害人了 我只有八个字 大家回去再review看一下 YouTube可以从您看 董哥超过八个字 没有 这是前言 两岸很多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政策 包括台湾 我们自己的国家才是最好的 董志诚保养酒店小姐八年 无奈认了我是被害人 我是七岁董志诚 董哥在节目透露 以前经常在高级酒店糟条 曾经一晚就撒掉15万 还抱恙酒店小姐八年 不过这段过往 却被误解成离婚主因 二号他趁着活动回应此事 董哥好像很多人都误会说 那是在婚姻内 反正我是被害人了 而到爱与节目版纯问题 就有小编快速说明一下 董哥当初抱恙小姐 希望他能从良不要上班 对方也等于是自己的女朋友 结果小姐主动搬来同居 知道董志诚上了哪家酒店 还会杀到现场大骂 要他回家 后来董志诚怕到球放过 好在对方后来有了新欢 他还帮小姐以及新男友 付了整年的帮助 董哥今天看到 暂进新闻版面有吓到吗 不会我觉得将来我们做 这个斜杠人生 专电商不是需要很多的人脉吗 之前我有酒店业的这些 很多的 很多的 理性有这些关键 基本 基础应该我会先打还不错 找他们加入赚电箱吗 哎呀这点小型 要不要讲算什么 今天很多 那个观众没有看那个节目 要不要再澄清一下 那个时间走 我只有八个字 大家回去再review看一下 YouTube可以出 你看 我们都超过八个字 对啊 没有 这是前言 前言 最后的ending是 乱章取义 晚节不跑 我承认了 里面我说的每句话 但是你看节目里面 不要相信文字 给你们带的迷思 或是对我的伤害 这个伤害是很大的 它伤害到我的家庭 甚至影响到我的 呃 前妻或儿子 这个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2020年离婚主因 则是他北漂 眠不了喝酒谈公事 前妻认为他到中国拍戏 只是喝酒的借口 婚姻才因此GG 他表示前妻是很棒的人 他没有问题 是我有问题 总跟他现在玩电商 还会想要去对岸赚吗 你看对岸容不下我们吧 我所了解 在大陆拍戏的演员 大部分都回到自己的 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家 回到台湾来了 两岸很多的 一些莫名其妙的政策 以及不定的 这个非常 不是安稳 不是安定的状况 这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 所以哪里最好呢 我觉得还是 我们自己的家 包括到台湾 我们自己的国家才是最好的 你说去有点后悔会吗 呃 不后悔 不后悔 又是非常重要的 别别别别ision 还能保持之外 那么我们的 大家与点赞 我们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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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感谢观看